哈喽大家好,我是鲁鱼 公子池迎来了复刻 这是第二个复刻的角色 让我非常迷惑的是按照开服卡池的顺序 还有风花节的加持 怎么想都应该是可力吧 怎么会是这东国玩具销售员呢 近期贴吧 整夜刷下了好多公子的节奏 关于公子的什么 为了强度别抽 为了强度必抽 我人都给整蒙了 以及非常火热的深渊出场绿表 我们的公子啊 是低得可怜啊 而现在公子的强项猴系 被很多人唾弃 认为猴系没用 所以这个池子第一天的流水 和克勤差不多 公子这个角色 从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天起 就是充满了争议的一个角色 这个争议甚至不亚于 迪路克是否对环境啊 透过现象看本质 公子这个角色 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争议 首先流水滴的问题有很多 在卡池安排上就很三尬 公子是第一个机制拆分的up角色 也可以说是CH玩机制拆分的试验 那时候的讨论热度啊 是非常的高的 六命直接改变了玩法呀 对平民玩家极其不友好啊 啥的 喷得喷骂得骂 结果第一次公子时的流水就很惨淡 好不容易大家的公子都练起来了 秀伤害的视频是满天飞啊 满命和零命的大数字差距 也就是Q技能加三 即使是四星的决心 也能有超高的伤害 克老和平民的差距也不算特别大吧 在胡涛出来之前说公子是花果山首富 也不为过 和迪路克可莉 克勤等众多的C位一样 1月3C的详识 让人对公子也失去了兴致 然后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在这个时候复刻了 这也就算了 前段时间的解包事件 已经把未来版本翻了个底朝天了 传闻下个版本会有中离的复刻 那公子池子夹在双绳中间又特别的尴尬 还有就是这个新的人气角色的爆出 惨啊 太惨了 我的哥 连白史莱姆都救不了池子 罗莎莉亚也明显是为了之后的物理C准备的 而且最近啊 国内外关于米哈游的节奏也太多了 所以也不排除这个公子池是用来缓口气的 公子的人设也是充满争议的 严格来说啊 他并不是一个反派 剧情是玩家带入主角 对公子有敌意是可以理解的 种种巧手行为也让很多人没有好感 但他作为执行官 作为战士 甚至作为家人 都是称职 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 就我而言 我还是挺喜欢公子的设定的 但是脱克的剧情啊 就是真让人头痛 而造型方面嘛 每个人喜好不同 我也就不多做评价了 你们觉得公子的外形怎么样 再来就是公子的机智问题 混迹贴吧论坛 以及各种群里看了不少评论 整了一大堆残疾人论 第一次持字残疾人抽了血亏 直到公子持字出外前 风评好转了很多 吹公子的也越来越多 除力党也越来越多 现在又他们变成了抽了血亏 地球是圆的 节奏是循环的嘛 这个角色的定位普遍比较模糊 六命以下E的真空系 确实让人不舒服 换来的是伤害的保障 在我看来公子是一个很好的副C 六命以下 你怎么想把他当主C来玩 都是在沉默自己 即使是大热的魔王武装 也是四个副C的配合 所以心态百正 把他当个副C 可以打打小核爆 可以打打冰冻 可以当驾驶员 还可以拥有最强天赋普攻加一 虽然后台能力差 但作为一个灵命的五星角色 我觉得公子是完全合格的 换个角度想一下 如果公子灵命就没有E的真空7 却失去了普攻加一的天赋 降低了核爆的能力 你愿意吗 关于公子这个角色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吃资源 练度高的玩家表示体验良好 资源少的玩家就很干 他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回报 同样下限也比较低 公子在整体队伍练度不高的情况下 确实是难以独当一面 不管是魔王武装 还是双火蒸发 还是沙塔莫娜班约特的猴系阵容 公子都是那个触发器 而触发了什么 还得取决于队伍整体的强度 这也就导致了 整体练度不高的玩家玩起来很难受 特别是开荒时机是相当的惨烈 而高练度的玩家 他也不是必须的那一个 感觉就像是提升了体验 群怪断流的爆炸手感和伤害 双形态Q技能的爽快感 或者打出大数字的成就感 我本人没怎么练公子 但就我这个双九十天赋六级的公子 都玩得挺快乐的 如果你愿意为了体验买单 公子绝对OK 关于抽取建议 以下情况建议考虑抽取公子 之前已经有了高练度公子了 有能力且愿意补命做的 有天空宫的 想要给宫找个主人的 对于强度PVP不是那么执着 单纯就是为了玩得爽的 没有胡桃又想玩猴戏的 队伍有现成的公子队友的 还有就是喜欢这个角色的 但如果已经有了成型的胡桃木娜 又不愿意为爱河体验买单的话 或者说缺主C 想要一个五星C 那公子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好以上均基于个人粗浅的理解 对公子玩家如有麻烦和错误 欢迎弹幕和评论加以指正 希望每个角色都可以发光发热 我是柔柔和我们下期再见 Peace